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今天开始讲新的一章 第十二章 偏导数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上个学期 学的微积分都是单变数的微积分 也就是y等于fx 然后它的微分跟积分 那么从下开始我们要考虑的是 两个变数甚至是更多的变数 它的微分跟积分 那么我们看这边的主题非常多 那我们在学这一章的时候 我们要想想看在单变数的时候 对于所有的主题是怎么处理的 那么现在在多变数的时候 那这些单变数的内容 是不是可以直接的就把它推广到多变数 或者呢如果没有推广的时候 那我们需要怎么样修饰这些概念 好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个多变数函数的定义开始 所谓多变数的函数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函数呢 是从D呢对到我们的时数 那这个D呢里头是在 里头是一个N为空间中的一个部分集合 那么这样的函数就是多变数函数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的xy就对到x平方加y平方 这就是一个多变数的函数 那同样的我们有定义欲跟直欲的概念 好 下面这个注解呢就说 给了一个N变数的函数呢 fxy呢会等于x平方加y平方 那么我们这个xy 一面来说我们把它可以单纯的就看成是 N的变数的函数 那么你也可以看成是 f呢是这个 它的定义呢是一个点 是R2上的一个点 所以是R2上这个点的函数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xy看成是一个向量 所以呢是这个函数在向量上的去值 所以呢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那么跟单面数一样 如果我们一个函数呢没有指明它的定义欲的话呢 它的定义就是所有使得这个函数是 有益的范围 好 那我们看下面的这些例子 那么第一个例子呢是w等于sinxy 那我们知道sin呢 它是在对任何的时数都可以取值 所以呢我的xy呢也是一样 我的domain的w呢就是 就是所有的时数 那么它的值域呢 因为我的sin的取值只有在正负一之间 所以range的w呢就是负一到正一 好 然后呢我们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呢碰到一个nature log 那我们知道nature log只有在z是正的时候才有意义 那么xy不受影响 所以它的domain的w呢是等于所有的xyz 然后呢z要大于0 那xy是随意的 那么当当我们呢把yz都固定的时候 变成一个参数 那我x呢跑遍所有的时数 它的函数值呢也自然跑遍所有的时数 所以我们知道它的range w呢就是所有的时数 好 那么第三小题呢 xy分之一 当然呢我们就是在分母呢不等于0的时候才有定义 所以呢它的domain呢就是xy不等于0 也就是呢是也就是呢x不等于0且y不等于0 好这是它的定义 那么它的值域呢 因为是这个因为是一个导数 所以它不可能等于0 其他的数都可能达到 所以呢它的值域是时数扣掉0 好 那这个呢第四题这个w呢 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 这是我们熟悉的 是一个是一个半球 好 但是注意到这里呢 我没有强 但是呢我们这里写w等于9减掉x比较解y平方 所以呢我们可 我们的了解呢里头是没有 就是缺了变数z 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个w呢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这个这个 而它的呢值域呢因为它是9减掉一个正数 所以呢它的值域呢是是比三小 但是又因为是开根号所以一定比零大 所以它的值域是零三 那么同样的像这一题呢我们呢如果是四维 如果是四维R33的函数的话 那么它的定义率呢就是所有的x 所有的xyz 那么Y呢要大于等于x平方 z呢是自由的 好 那么它的值域呢 这值域呢因为是开根号 所以一定呢是正数 那么你如果令x等于零 Y呢跑遍所有的正数的话 开根号也会跑遍所有的正数 所以呢它的值域就是所有的正数 好 那么跟单面数一样 一般来说值域是非常难求的 那刚刚呢这些只是一个特例 好通常如果我们了解图形的话 我们就晓得它的值域 那么多边数函数的图形是怎么样呢 那现在呢因为它的定义率是 如果是两个变数的话 它的定义率呢就是一个平面 下面的xy 然后呢这个z就是它的函数值 所以呢它的图形呢就变成是一个空间中的曲线 就比如说像右下这个图 这个就是一个函数的图形 好 那么下面这几个例子呢 好我们就很容易看出来 从高中数学就晓得 类似这个z等于三倍的 1-2分之x-4分之y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一次的多项式 所以它的图形是一个平面 但是呢现在因为它有这个范围 所以它其实呢只是平面的一部分 就像这个图这个样子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很容易看出来 第二个呢很容易看出来 它就是一个上半球 它就是一个上半球 而第三个呢 这个是在我们上一章呢 讨论过它的图形 就像右下图一样 好 那么其实一般来说呢 在单变数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学了很多技巧 就是要画函数图形 但是呢多变数的时候 我们知道因为是立体的图 所以诗上呢你很难画得清楚 那么即使画出来呢 就像你如果画一个立体的地图一样 你也很难从图上了解 这个函数的真正的性质 所以呢在多变数的时候 其实要了解函数的性质的时候 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等值曲线比图形还更有用 好就比如说像这边的 右边的两个图形 这个上面这个图形呢 是代表某个地方的等温线 而下面这个图形呢 是代表一个等高线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就其实呢 就很容易了解 从这图形的数据 我们就很容易了解 哪一点呢是一个高峰 哪一点呢是一个低谷 好 所以呢所谓的等值曲线 就是随便给一个函数fx y 然后呢我们给定了一个数字k 然后我们就画出一个平面的曲线 那这就是等值曲线 所以我们常用的像等高线 等温线等压线 都是等值曲线 好 那我们刚刚说了 等值曲线其实可以更帮助我们了解函数的行为 比如说像这个图 这个呢等值曲线 给出来了以后 叫我们估计 它在E3的值 E3就是这个点 E3 所以我们知道 它旁边呢这边是 这个值呢是70 然后这个值呢是80 所以嘛所以呢我们大约估计一下 我们就知道F13呢大约是等于 的73 好同样的比如说 我们要估计算F45的值 45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边是50 这边是60 所以呢它的值呢大约 我们可以估计呢 它大约是等于57 所以呢从等值曲线 我们更容易了解函数 函数的行为 比如说它的最高温 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 或者呢是这个地方 是它的最高温 好所以呢 我们给一个 给一个函数 我们呢就 我们就要知道它的 等值曲线是多少 比如说像这个 那它的等值曲线呢 也就是随便给一个值 C 然后呢它所画出来的 图形就叫做它的一条 等值曲线 比如说像这一题呢 它的比如说C等于0的时候 也就是6-3x-2y呢 会等于0 也就是3x 也就是3x加2y呢 会等于6 好 所以呢也就是2 3这条直线 好 那么比如说C是等于1的话 C字等于这个等于1的话 那也就是3x加2y呢 会等于5 所以呢就是 这条 这条 好所以呢 你根据不同的C就画出 就画出一条又一条的直线来 然后这条呢 就是我们C等于0的 好 所以呢 那等值曲线呢 其实严格来说是一个 是一个等值曲线组 是一组 是一个曲线组 而且更重要的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任何两条等值曲线 绝对不会相交 因为如果说这条是Fxy等于C的等值曲线 而这条是Fxy等于D的曲线 那么它的交点呢 函数值到底是C还是D呢 这不可能的 所以等值曲线一定不会相交 而且呢 如果呢 在整个时数上都有定义的话 那它的等值曲线一定是 一定是密密麻麻的遍布所有的平面上的每一个点 好 那这个呢 所以这个是直线组 那么下面这个呢 因为9-X平方-Y平方的开根号 等C是一个圆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圆组 那么像这个呢 认给一个C的话 我们知道它是椭圆 它是 像这个 像这边是二分子 这个比较短 这是长的 所以呢 它是像这样的椭圆 所以它是一个椭圆组 好 这就是它的等值曲线 那么比如C等于0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点 C等于0就是一个圆点 好 那么我们看下面这个例题 这边给了个方程式 但是呢 我们加了G大于0 那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函数 然后同时呢 要求做这个函数的等值曲线 首先呢 我们第一个呢 我们看 这定义的函数到底是什么 X平方加Y平方 减掉2YZ 加上Z平方 等于2Z平方 所以我们得到Z平方 所以我们得到Z平方 加上2YZ 减掉X平方加Y平方呢 会等于0 所以我们可以把Z解出来 Z呢 是等于 2分子2Y加减 B平方 减 4AZ 好 也就是呢 会等于把这约掉 就变成2加减 这边呢 是4Y平方减掉这个呢 所以会变成是等于 4Y平方加2Z平方 所以等于Z平方加2Y 减掉X平方 所以变成是加的 好 所以呢 是变成等于Y加减 把2提出来以后 变X 2提出来以后变成X平方 加上2Y平方的开方 但是因为呢 Z大于等于0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要取正值 所以呢 Z就等于 Y加上X平方 加上2Y平方的开方 那么我们要画等值区限的话 等值区限呢 也就是认给一个Z等于C 所以等值区限其实就是 X平方加上Y减 C的平方 等于2C平方 所以其实就是X平方 加上2YC 然后加C平方 等于2C平方 所以它的区限就是 X平方加上2YC 然后会等于C平方 所以它是一个圆 所以它等值区限 就是像这样子的圆逐 那么它真的呢 整个方程式的图形 就是像这个样子 好 就像这样子 那么同样给了两个变数的函数 那我们就有所谓的等值区限 那么如果是三个变数的函数呢 那么原来呢 W等于XYZ 我们知道 我们不可能画出函数图形来 因为它的定义率 就已经是整个空间了 你已经没有空间 再去画它的函数值了 但是呢 对于这种三变数的函数呢 我们要去了解 我们却可以 借着它的等值区面 因为认给一个C的话 FXYZ等于C 就是一个三变数函数的方程式 它所定义出来的是一个区面 这就是等值区面 所以可以借着等值区面 来了解它的函数的行为 比如说像这个 X平方减Z 注意到 它虽然呢 这边是出现的是两个变数 X跟Z 13呢 它原来是三个变数 所以X平方减Z等于C呢 它就是一个 POW线 但是呢 因为Y是自由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POW的柱面 就像这个图里头的 这边POW线 然后它所成的一个柱面 那么它的等值区面就是 就是一片又一片的 一个抛物柱面 那么 像这个呢 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开根号等于C 当然C大于等于0 那我们知道它就是一个球面 所以它的等值区面呢 其实是 当C等于0的时候是原点 然后当C呢 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就是一个球 在C更大的时候 它就是 它就是一个更大的球 那么这些球的球心都是 都是原点 所以呢 它的等值区面 其实是通心球 所成的 所成的区面足 好 所以是一层一层的球面 好 这就是关于 给了一个函数 它图形呢 我们所关心的它的图形呢 是等值区面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主题 就是关于函数的图形 那么我们回忆一下 在单变数的时候 那我们一开始上维积分 就讲了它的极限 那现在呢 多变数呢 我们也是考虑它的极限 那么先回忆一下 单变数的时候 极限是怎么定义呢 单变数的时候是说 for all epsilon大于零 存在一个delta大于零 使得 for all 那这个时候就代表 那这个时候就代表 在趋近a的时候 fx的极限值是L 好 所以呢 它的意义也就是说 这边呢 这边呢 是x等于a 然后 这边函数是这个的时候 那这边的极限值是L 那我们回忆一下 它的含义就说 我随便呢 这边给一个小小的 半径为eps的区间 或者呢 我们说是半径为L的一个领域的话 那么我们都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个 a的附近找到一个 半径是delta的领域 使得它的函数值呢 都掉在我们所要求的范围内 所以呢 我们可取得范围越小 我们这边呢 所回应的范围也越小 好 那这样的概念呢 我们呢 同样的 我们就用到我们现在呢 两个变数的函数上 那么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 这点 p呢 是x0 y0 然后呢 我们知道它的图形是一个区面 然后它在这一点呢 极限呢 比如说是L的话 好 这点是 fp 好 是L的话 那我们说它的 它的 在p点的极限是L呢 是什么意思呢 也一样的 就是呢 我们随便给一个 很 要求一个范围 所以一样的 for all Axion 大于0 那么我们现在呢 要说 它在p点的附近 它的函数值都落在 我们所要求的范围内 那么现在的所谓的附近 是什么意思呢 附近呢 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过的淋浴 也就是我们在单变数的时候要求的是一个附近对称的开区间 而我们现在要求的是一个以p为圆心的圆 好 也就 然后呢 它要这个圆呢 半径要够小 它的半径就是Delta 所以任给一个epsilon 大于0 我们都存在一个Delta 是当xy呢 它是 跟x0 y0呢 距离是小于Delta的时候 也就是它在半径是Delta的圆里头的话 它的函数值呢 都比我们所要求的L呢 要小于epsilon 也就是跟L很接近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我们就说 fxy在x0 y0的极限呢 是L 好 那么 如果呢 f是多变数的时候 那我们呢 定义也一模一样 那Limit h近于A fx的L呢 意思也就是for all epsilon 大于0 我就存在一个Delta 使得 这时候呢 我们考虑的 第一呢 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 x-A呢 它的 绝对只是小于Delta的 好 那这时候呢 在 高位的时候 它的 它的距离的定义就是 x等于x1xn 然后A呢 是等于 A1到An 那么它的距离呢 就是x-A1的平方的开方 加到xn-An的平方开方 好 这就它距离 所以呢 这个式子就是代表呢 它跟A的距离是在Delta之内 那么它的函数值跟L就小过我们所要求的 那这就是多变数的时候极限的定义 好所以这个是单变数的时候极限的定义的自然的推广 好 那么呢 多变数的时候的极限 就跟单变数的时候的极限 具有同样的性质 假设呢 原来F的极限跟G的极限都已经存在了 现在注意到前提式已经都存在了 一个叫L 一个叫M 那么我们要算这两个函数的核的极限 那么我们呢 它的极限就是分别的极限的核 同样的相乘的时候 极限也相乘 乘几倍的时候 极限也乘几倍 相除的时候 只要分母不等于零 那么极限也就是相除 那同样的呢 对于F的Y的呢 任何次方 那么XY呢 趋近到X0Y0 它的极限呢 也自然就是L的几次方 好 所以呢 当我们现在呢 要算极限的时候 跟单变数一样 最原始呢 就是直接把带进下去看 对不对 所以像第一题呢 它的极限就是 2乘2 2乘2减掉3的平方 所以就是负 那第二题呢 直接带下去 XY趋近AB 它的极限就是 A平方B 那第三题呢 就是 就是多少 就是极限就是 两倍的sine的2分之π 除以2 除以2 所以呢 也就是2的sine的四分之π 所以二分之更好2 所以极限就是2 所以呢 我们只要带进去呢 不发生困扰 其实我们就带下去 但是呢 但是呢 跟单变数的时候一样 在有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些 不能带进去的情况出现 就像这一题 我们一带下去呢 就刚好变成零除零了 那么 在单变数的时候 要除零除零呢 我们就可以用 Lob2Ru去处理 那但是多变数的时候 没有Lob2Ru 所以我们在下一堂课的时候 会告诉你 在多变数的时候的极限 所产生的 许许多多的困扰 但是呢 这一题呢 没有那么麻烦 那么这一题呢 虽然带下去是零除零 但是你仔细观察 我们来一下 这个是Limit XY 曲进到零零 然后呢 上面呢 可以把X提出来 随便X减掉Y 然后下面呢 是X减掉更好Y 好 所以你可观察到这个 刚好 上下都可以约分 就像 你在做单变数的时候 一样的 如果上下可以约分的话 你就先把它约掉 变成X 然后更好 变成 更好X 加上更好的Y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不会发生零除零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带入 所以零零带下去 它的值就是零 所以它的极限就是零 好 那这个呢 是刚好我们可以用一些代数的方法处理 把我们所要算的函数呢 把它简化 那我简化了以后 它就不是不定型 我们就可以求了 好 那么一般的时候呢 就没有这么的简单 好 比如说像 像这个呢 例子呢 它就没有办法约分 那它的 它的情况就复杂的多 那我们先给一个 先呢 讲一些原则 好 第一个呢 那我们先看看 在单变数的时候 我们呢 要算 Limit H进到AFX 如果你不会算的时候 也许 你可以先算 单边的 单侧的极限 还有算单侧的极限 然后呢 如果这两个你都会算 而且算出来一个是L 一个是M 然后呢 L等于M的话 我们就说它的极限是存在的 那这时候呢 关键是在于 因为你考虑的时候是 单变数的 你考虑它在A的时候 它趋近A的时候呢 它只有两个方向来趋近 所以呢 当你不会算的时候 你可以只考虑一个方向 然后再考虑一个方向 两个方向都算出来 然后它的极限是一样 我们就说它呢 极限存在 极限存在的通用条件是 沿着右侧还有左侧逼近 结果它的极限值呢 都存在且相等 可是呢 在多变数的时候呢 我们注意到 多变数的时候 我们考虑它在这个P等AB这个点的极限的时候 那么注意到 它就不再是只有 只有东西向 也不只是南北下 甚至还可能是四面八方的趋近 好 甚至还不只是这样 我们甚至呢 下一次呢 我们就会看到例子 我们甚至必须考虑 任何通过P的曲线来逼近 也就是我们走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够只单单走 各个直线的方向来逼近P 我们甚至在有时候呢 我们必须考虑 它是沿着一些曲线 取近于P 沿着任何的曲线 取近于P 然后我们看看它的极限 是不是都会相等 那么 我们理论上我们必须呢 是沿着任何曲线走进去 它的极限都存在 写相等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的极限才是存在的 只要有一条两条曲线走进去 它的极限是不一样的 这个极限就不存在 好 就像这边所说的 如果你沿着某一个路径 希望走进去 它的极限是L1 而沿着另外一个路径走进去 它的极限是L2 结果L1不等L2 那么这个极限就不存在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证明 一个极限不存在的时候 那么我们很简单 我们就找 我们只要找两条曲线 然后沿着它走进去 我们看它的极限会不会相等 只要不相等 那么它的极限就不存在 那么如果你的设想是 这个Fxy呢 它的极限是存在的话 那么因为我们刚刚强调了 你的曲线是任意四面八方走进去到相等 那这是我们办不到的 所以我们不可能用曲线来 曲线逼近来算它的极限值 所以遇到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不是直接带入的 可以算出答案的话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 有定义来证明 我们就必须有定义来证明 你所证明呢 你所猜测的答案呢 你所给的答案是正确的 好 这个是在多变数的极限的麻烦的地方 反而呢 你要算 说明它极限不存在比较简单 那你要说明它的极限存在 你就必须给一个严格的证明 好 那我们的例子呢 我们就下一堂课再说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